黑衣女子正面朝下 一動也不動的倒在防火箱內 警校人員上前發現 她滿頭是血 炎炎一息 肚子裡的寶寶最後沒能保住 她直接跳到防火箱去裡面 就這個防火箱啊 圓警和監視人員 趕緊拉起封鎖線 因為在2號下午 女子疑似就是從花蓮之間 透天錯的三樓墜落防火箱 將時間往前推 當時翁姓女子和張姓同居人 及友人一起在住家內喝酒打電動 不過女子不滿同居人沉迷電玩 兩人發生爭執 但男子久醒後卻發現 翁姓女子已經倒在一樓防火箱 根據同居人及友人公稱 對於女子墜落意外 他們完全不知情 現場有自成一名 他是他丈夫的男子 說他還懷有16週的身孕 翁姓女子在送醫搶救後 目前恢復心跳 不過情況相當不樂觀 而其實他在一年多前 曾經和張姓同居人有過婚姻關係 兩人離婚後仍住在一起 只是友人四個月生孕的他 怎麼可能為了同居人愛打電玩 選擇帶著孩子親生 同居人表示是因為 他同居人要玩線上遊戲 跟你只產生一些那個糾紛 所以才發生罪 有人別是就在睡覺 也沒有發覺 朱家沒有打到痕跡 同居人和友人把責任推光光 是單純意外還是另有隱情 但確定的是一個無辜孩子的生命 再也晚不回來 記者廖威林 蘇宜歡 花蓮報導 好